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立波今天身穿黑色夹克 在其代理律师莫虎及中文翻译的陪同之下出庭 略显疲惫 周立波的妻子胡杰今天也出现在法庭上 在缴纳保时经过后 周立波夫妇在律师的陪同之下手挽着手 笑容满面的走出法庭 法官当庭宣布 对周立波非法持枪持毒的四项控罪全部撤销 周立波对于其在驾驶过程中 使用电子设备一项控罪表示认罪 今天这个结局对我而言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说这是史上 我目立所及范围内最豪华的交通罚单 律师阵容也是最强大的 一年多对波波 对波波的太太 对波波的女儿 对波波的家庭 和对所有爱波波的朋友 公平吗 真的不公平 难道就说一句sorry 那不是这样的 但是所有 所有应该 应该像我低头的 你们今天一个都没看到 因为我对 我认为法院OK没问题 公诉人没问题 好 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是没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 我的问题就会来了 正像大家一直在关心的 枪和毒 既然跟周立波没关系 那跟谁有关系 慢慢听我说 一定周立波要是无罪的话 一定有人是有罪的 这点我可以很肯定 现在呢是什么呢 这个毒品就一点点 不是什么卡 就是冰 你知道吗 就一点点 但不 Commission